球全王河山战今晚将上演董门飞强势回归武林峰的第一场晚战 面对伊朗冠军 董门飞大发神威 刚刚获得中国勇士称号的林帅霸气十足 对阵巴西高手将嚣张进行道理 今晚武林峰尽气关注 我是郭沉冬 大家晚上好 我们这是在广东佛山为你呈现武林峰 环球全王争霸赛博山战的比赛 博山是中国的武术胜利之一 这里诞生过很多举世文明的武术家 而武林峰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搏击赛事 2004年我们走进北大 2005年我们决战长城 2007年开始我们先后远征日本 拉美五国 美国 德国 西西兰 那么在3号的时间 我们还将远征韩国和迪拜 那么也许未来会有人超越我们 但是今天只有武林峰 才可以把最顶级的赛事奉献给大家 今天晚上共有来自五大洲 十个国家的顶尖高手 在这里奉献一场精彩的搏击盛宴 让我们以功夫的名义 建筑这个世界上最强者的呐喊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看到杰森呢现在正在这个热身 这位就是今晚林帅的对手了 我们看看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现在状态也很好 不知道成为中国有事之后的林帅的首场外战 今晚能否拿下呢 我们这是在广东佛山 岭南明珠体育馆 为了呈现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佛山战的比赛 下面这场比赛是一场中国队巴西的比赛 男子67公斤级 巴西不但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 还有忘情的舞蹈 还有巴西游戍以及踢拳 那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一位 他对自己的颓法非常地自信 曾获得全巴西67公斤级 全国冠军 我们有请 吉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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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来今天林帅的状态也很不错 林帅打扰一下 这是你成为中国勇士之后的首场外战 现在感觉怎么样 感觉状态还不错 挺兴奋的 回身充满的力量 对 回身充满的力量 特别是这种大赛 刚好看杰森 他今天状态也很好 而且那个选手实力也很强 是 我不管他那么多 我上级只要当好我自己就行了 对手强不强跟我没什么关系 下面将登场的中方代表队的选手 他是武立峰擂台上最嚣张的选手 他也是武立峰擂台上最值得的选手 连续三次冲击中国勇士 就在不久前 刚刚举起那把象征着 至高荣誉的中国勇士之剑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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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在两年前 武林峰的擂台上有这么一个惯例 谁出场的时候 和武林宝贝表现得越亲密 他被KO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林帅的出现 彻底地改变了这个局面 比赛 现在开始 王温 一 准备 开 各位朋友们 现在您收获的这是武林峰 环球全方正八三 国山战 男子 六十七公斤的比赛 红方是中共勇士林帅蓝方 是来自巴西的杰森 今天我的老搭档 中华英雄王弘祥 又和我一同来到广东的佛山 里南民主体馆 来为大家解说本场比赛 大家好 搜尚好 这个林帅刚刚在前不久 夺得了中国勇士的称号 他近期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今天晚上看看 他能不能成胜追击 能够扩大战果 说起林帅的观众朋友 对他就非常的了解 这边选手在比赛场上 特别的嚣张 尤其是他第三次冲击 这个中国勇士 这个中国勇士之后呢 满含这个泪水 当时我和那个洪翔都在现场 那么这种泪水呢 让我们看到他这种成熟 他觉得 得到这个中国勇士之后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更加的完善了 技术更加的娴熟了 包括今天一上来 现在这个林帅就进入这个比赛的这种节奏非常快 观众之所以非常喜欢林帅呢 就是他在赛场不乎说的那种嚣张的气势 还是比较有激情的 有霸气的 看 你看 今天这场比赛 那个林帅一开场 还是用他非常擅长这种射转拳 要控制对方 不让巴西拳手牵得上来 同时利用他的后手的直拳 后直拳 对 其实刚才有两拳都打到了这种对方的重击 然后呢给对手也造成不少的压力 这个林帅节奏上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控一下 要控制一下 如果说能把对手K了就更好 KU的话会很好 如果说KU不了的话 还是要稍微控一下 然后进攻和这种防守的这种转换 要再更加的这个和谐一下 这场比赛这个巴西冠军杰森呢 也非常重视 为了被担前当的比赛 他还到这个泰国进行这种封闭式的训练 所以说也是有备而来 但刚才上来这个好像这个 咱们国外代的选手被林帅让打 打到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完全没有进入这种比赛状态的情况下 就被林帅已经打乱了节奏 所以说一时半会他也正在逃着 老师没有根 所以咱们中国武术讲究就是 脚下这一条根 所以说看起来重心不是太稳 今天那个林帅第一局开决打得太猛了 我担心他就是第一局打这么猛 他这种很容易出现这种体能那种极限那种 对 尤其是在我们都知道在广东湖上 这个很湿热很温热的天气 对吧 第一局打那么狠 拼得这么凶 你如果第二局你体能不做好一种调整 怎么办 而且你这种前三半会 这种撤踹 包括你后手之前 没有打开圈也该怎么打 我对他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他很渴望得到中国勇士之后 首场比赛的胜利 对 很兴奋 兴奋兴奋 所以说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 对 这个配配一下体能 不过我对林帅的体能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 他经常打四局 跟谢雷打不了次 对对 现在观众盘犯队是武林峰 环境希望战半战 活山战男子67公斤的比赛 现在红方是中国勇士林帅来访 是来自巴西的杰森 那么巴西杰森呢 这六年前开始提前这种自由搏击 而且在巴西练口这种巴西流数 巴西流数 包括泰拳 对 我们都说了嘛 林帅之所以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很喜欢他 就是他对这种搏击的制作的追求 你像他在去年为了冲击中国勇士 两次和谢雷打 那么第二次和谢雷打的时候 他的左手是骨折了 骨折了 被打钢丁 打完说去年的美国大自和维加斯比赛之后呢 包括环球之后 他就想把这钢丁拆了 然后能够经过恢复 继续站在擂台上 但是为了备战 国战战的比赛 为了冲击中国勇士 他放弃了 带着伤 他首先打着钢丁 带着伤 一直站在擂台上 就是从这点说明 这个年轻的拳手 对这个武术国际擂台这种蜘蛛的追求 所以 回归擂台那种渴望 对 所以他那次获得这个中国勇士之后 满含热泪 是代表了逆心那种急切的热望 这个也也也透露出了很多的不容易 所以说也心里也非常的感慨 今天这个巴西选手确实很黏黄啊 哈哈哈哈 他一打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第一局的时候 他一上来之后 拼得比较猛 看他第二局呢 可能稍微收了收 如果说要是压着 那稳扎稳打 看准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KO的可能的 对 所以说林帅还是不能太急躁 现在林帅你发现没有 他现在以前 在我们武林峰的代表呢 09年来的时候 他这个左右大百拳是很有杀伤力 现在少了 少了 因为 更多那个很规范的那种直拳 是吧 打那种那个战术 你看看他 知道吗 找机会 因为他这个面对不同的分割的选手 他要制定一套这个不同分割的这种打法 和激战术 因为这个国外的这个选手啊 杰森呢 好像他的拳腿好像弱一点 他的吸法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如果这种中进距离的时候 他的吸还是跟这个林帅造成了一定的杀伤力 你看现在这林帅就很难的打开 就对对方这八千这个 这个特别黏 防他的吸 你怎么打 缓着我就往你身上粘 你怎么打 只要打过就粘到你身上 你看 是吧 这一车站非常的及时 丰富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特有的策略腿 我刚刚打的时候我也包用了 哈哈哈 我打完这一腿之后 我下一个动了什么 那个连锤行动他 他一直还不躲 我只是不想让你上来 我躲你一脚 我们说就躲 给你躲开别带来了 躲开 这叫堵击和迎击 对 因为刚刚这个国外的选手 有点太稳了 然后是很飘 很容易就被踹倒或者堵击 受到这种堵击的时候 他的重心不太稳了 所以说这个今天看起来整个这个 这种重击 包括拳铁的这个 因为他的身体的部位 重心的部位 所以说他的拳和腿 包括膝盖术 都安排的不能太得到 要让林帅给打乱了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是 武林峰在广东佛山 领南民主体股 为您带来的 武林峰环球前往战马在凡上的比赛 男子67公斤的比赛 红方是林帅 蓝方是来自巴西的杰森 这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这是第三局一开心 你看到这个林帅就是要改变一种枪 他和第一局打法完全不一样了 对 就是靠一种游动那种灵魂的这种打法 因为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随着他前两局的这种 拼得很凶 体能随着下降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 国外的选手一般都是第三局的体能 比较的冲突 所以说第三局的 要防止第三局这个 这个杰森呢这种反复 所以说林帅还是 是适当的还是打一打这种方法 今天这从双方的出场就感受出了双方这两种 两种性格两种不同的打法 你像杰森出场 就慢慢悠悠的好像是 很是无助的好像就是有点藐视 无所谓的感觉 对无所谓的感觉 而我们看这林帅的出场很张扬很狂的啊 但是到比赛当中看到两种不同性格就出来了 你像这杰森打得很沉稳 好 是吧 我就站在这一半半找机会 而林帅打起来你看看 就是用策略力很多 但是他今天我就觉得他今天这个 拳法的应用还是少了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林帅在比赛当中 更多是靠他的前手拳 他拳下手拳是有杀伤力的 其实林帅打了几次拳 还是很有效果的 包括他的策略腿 还是我觉得应该这个 中远距离用策略腿 到了中近距离的时候 打打拳还是很有效果 但是林帅这个拳今天策略 是打的少了一点 我如果说打他 如果说多一些组合拳 我觉得有可能会准备掉对手 你要他拳就一边做两拳 到第三第四拳很少 很少了 很少了 对 因为现在他可能也是在寻找战机 想这个一招之敌 一招之命 这样的话他才能有可能 取得比赛的胜利 但是时间不多了 比赛时间到了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emergency 比赛为全民しく去得了 暗示策略腿 好 我们祝贺林帅 成为中国勇士之后的 首场外战 祝贺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今天状态一般 一般没有把自己的 严有的水平抛育出来 因为你之前热身的时候 那状态很好 为什么到擂台上之后 有点变了 不是说在擂台上打的时候 怎么样 是打第一级的时候 然后手一样子伤到了 然后我心里面最清楚 后面还有点击要打 所以说我为了 为了能撑到 撑完这场比赛 然后我一直坚持就好 第一局的时候 其实手是受伤的 等一下我们要看一看 就有点肿 会不会影响到 你接下来的比赛呢 现在还不知道 我想应该不会影响 我有一场可能是好 接下来你还有一场硬战 打完这场比赛 对谢雷的那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有个克星谢雷 我随时迎接 随时挑战 除了我的敬离 不过我 受伤了 LECARD 好 不是越来物 我挑战 有更烦的 我也比赛 我更烦的 但是除了 除了一下 这场比赛 他们令人 很感惹 我会 我跟那一样 多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我说一下他的战绩 他两年内 两年打了65场比赛 平均11.2天打一场比赛 这种比赛强度是我们中国的很多选手 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有请龙刚娜 我们来自泰兰的 龙刚娜 超级王 身材 容貌 都是超一流的美少女 我们有请刘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宏盛 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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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 第一 看 看 第一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您收看的这是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在河山战女子56公斤的比赛 红方校流程 蓝方式来自泰国的Lugana 我们这个女子比赛呢 因为要与国际结果们 也要打算美军三分钟 那么今天对于双方来说 这个体力啊 刚才这个流程很聪明 还有一个典型的戒腿摔 但是他这种戒腿摔摔 这个力量还不够 小事还不够 软倒地 其实这个泰国的选手 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摔法 没有办法的 包括在警戒的这种中泰对抗赛中 这种一直这个摔法 对泰国的这种 培法和吸法的这种进步 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方法 那么赛前呢我也采访这个龙刚大 龙刚大说 我练这个泰拳时间不是特别长 有两年多的时间 因为这个泰国女子这个泰拳 发展并不是很普及 选手并不是很多 选手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还是经常参加一些比赛 我参加大概有六十多场比赛 但是呢这这真正 真正高水平职业比赛并不是很多 因为练在泰国 真正女孩练泰拳 真的不是多 不像男子 对 从小就开始打比赛 水平很高的也不是太多 对 但是他说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其实在前几期 这个我也一直在讲 其实女子比赛来说 跟男子相比较来说 他的力量 爆发力 包括在内台上的思维的敏捷度 和男子相差很远 甚至来说整个场面的这种激情 相差很远 但是女子我们看的是一种精神 对 精神 是敢打敢打的这种精神 那么今天这是刘晨 第二次代表武林盟打外战 那么第一场是在三月份 打这个中日对抗赛 今天上比赛他是输掉了 说到之后他就是要莫勤长男 那么在这一届比赛里头 我要怎么说 展示我这两个月 这个刻骨训练的那种风格 是吧 您在比赛里头打法很极其主动 但是我总觉得现在刘晨 需要的这个提高的 还是他拳法的那种 攻击性更强一些 攻击性的 他今天展示更多的是 戒腿摔 因为这个龙刚大赛 泰国练泰拳 就不知道什么叫戒腿摔 对 他没有 没这种意识 对 没有这种意识 由于我们这武林盟 这个竞赛规则呢 又不允许吸上头 同时又不允许你这个肘肌 那么也限制他这个唇态式打法 对 对 所以说 这个其实我刚才发现了 这个女孩子这个 泰国那种女拳手 他的吸法用的还是非常 比较顺畅的 流畅的 但是呢 这个刘晨不给他这种机会 不给他这种机会 况且我们的人禅报之后 只允许提一次吸 对 然后可以再分开然后再打 那么目的是 我们大家都公平这种竞赛 对 竞赛 因为这个中国的酸打 他没有吸法 对 那么现在在我比赛 有一起吧 但是又不允许像态式 纯态式那种 整场下来 他就可以说其他 都完全都很少 对 只有两个人 然后相互地 放在一起 开始撞吸 撞到这个比赛结束 要我一吸撞不开 再用肘 再加调点 对 一 二 三 再跟着 再跟着 一 二 一 二 因为第一局的话 很多这个选手 有时候进入比赛的这种状态 不是那么快 或者是他没有拿出他的这个 所有的这种能力和视频来 还有一个试探的过程 并且也有一个 安排战术的一个过程 第一局结束之后 第二局马上要进入他的这个 设定一个 基本确定的一个计战术 所以进入节奏 进入这个比赛节奏 这个一般情况下 都在第二局 今天这个刘洛晨尝到这接腿摔的前头了 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因为对方不会这条技术 只要你气腿 我就接你 一接我就用一个 我们说这个推肌也好 是吧 他现在真正的像刘洛晨 真正像这个女孩 有接腿这 这样用挑摔啊 帅摔很少用 啥就是用 我们说 借着惯性一推一推倒 往上一挑一推 本身这个 呃 泰国的女拳手 就非常的 呃 看起来有点软 然后再加上 她没有任何那种 防摔的技术 而且刘洛晨呢 也是咱们这种三打拳手 所以说她对这个 呃 你对起来的这种路线 对腿的判断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啊 其实 你只要敢起腿 我就能接住你 接住你我就能摔倒你 他就用这种技术 现在让这个龙龙康呢 也不知道 到底有怎么防 我出拳吧 他在泰国练的拳不是很多 我用我这个低扫把他老接我 啊 新法国离这么远 我又没法上 嗯 你看一进 然后刘洛晨 两拳再打开 哈哈 一而一去的我就接 接腿摔 所以说对体能的消耗呢 可能中间有很多休息的这种机会 啊 正常比赛的这种 嗯 进攻的这种节奏太慢了 对 有两个人都在等 嗯 嗯 我们不是很太急 最后我发力一下 我们到第三局 最后军 体能对了我手上了 冲吧 哈哈 快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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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 World 各位朋友 古林峰 環球形皇生八赛 福山站女私56公里的比赛 第三句开始了 宏床叫刘晨 这一位来自 东北的女孩 心动开放 也很开朗 长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篮方是来自太阔南部的董刚哪 两个人前两局的这个比赛有点前奔 然后比赛的节奏也不是太快 况且两个人都好像有一定的顾虑 不是太敢进攻 然后都特别都是在等 第三局一开始呢 节奏明显的加快了 但是还是好像放的不是太开 包括他这种进攻的方式方法 也不是太得当 也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一套的 一一套的这种激战术 到第三局我现在觉得龙高那 要比赛了一局打好的一点 他这个进攻的主动性 他一看出完拳中一看没有机会过再出品 他这拳的拳中有种变化了 变化了不像在那个前两局 从这一看一个选手 在三局的比赛他怎么样进行进步和变化呢 是吧 这面的第三局跟前两局不一样 就像那个篮方龙高那 你看他一个低扫 然后我这就是两拳 然后再拿再拿 一个低扫然后两拳 然后再加上一息 对 两次开再再拿钱 因为现在这个刘若晨长到田中就借腿拳 一看到第三局他有没有体能下去 你看他又想借腿拳 一进之后 那个左手就下去抄着腿 你看没心我再拉开 但从这一看出现在刘若晨这个拳的 拳的拳的杀伤力 真的是还在需要提高 因为两个选手的动作过于的 水动过于的不是太快 过于的太实 没有任何的技札素技术的 这种技札素的这种 包括虚假的滑动的 然后动作 然后这个一些假动作 包括有一些 适当的给一些这种 技术性的东西 我要打我踢腿 你看他全队 这种组合没有 而且靠拳 想真的击中别人 有种杀伤也没有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 二十九比三十 二号裁判员 三十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员 三号裁判员 三十比三十 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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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局加赛一局 现在超级 环球全王河山战 今晚将上演董门飞 强势回归武林峰的 第一场外战 面对伊朗冠军 董门飞大发赏威 今晚武林峰 尽其关注 很多观众可能看过 武林峰比赛这个女子比赛 打成平均的并不多见 那么今天 在这个中外队长赛当中 居然打平了 要加赛一局 那我们就要看 在刘春在第四局比赛当中 决赏军比赛当中 不打 但是我觉得今天 这个泰国的龙刚打 不会给刘春任何机会 也许第四局 也有不同的感觉 对 大家不同的感觉 这个也许到这种 一种极限的时候 更能发挥这种 人的这个潜力 潜在的力量 这个比赛的体育精神 就是应用来这个挖掘 这个人的身体的极限 你看这个龙刚打 就太想用这种 我们说的低骚的一个砍对手 因为在这个泰国 女子比赛包括男子比赛 他更多应用的杀羊武器 是用这种低骚 低骚也可以 然后用这个吸法和这个手法 但是我们前法 他并不是靠拳 和我们这个中国 中国目前这种自由活动 全进攻为主 这种鞋子完全不一样 欧洲的选手 欧美的选手 还是比较重视拳法的 这个泰国的选手 比较注重这个腿 吸法 然后包括走法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 泰国的选手比赛当中 我们也知道 原来这个泰国的比赛的选手 为什么要拳手 主要靠这种吸法 是吧 包括这个低骚 为进攻为主 他说我们这个古泰拳 就是纯准的那种泰式比赛 主要是低骚 看我们进攻的杀伤力怎么样 你能战斗战斗 然后我没有机会 我带你那个口缠在一起 用了 吸你的支撑腿 对 用我们那个吸走 用这个暴散 所以我们当时了解一个 强法和另外一个强法 在进行比赛的时候 那么就看出门道 也看出谁的这种 特点打打打打 这样的全面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决胜局 1号咱们员 9比10 2号裁判员 10比9 3号裁判员 3号裁判员 9比10 9比10 比赛结果 蓝方胜 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 from Thailand 刘晨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4局 真的真的不错 感觉怎么样 有点累 但是还可以 我觉得真希望 这个长得漂亮点 可以加点分 听你着急 为什么总输 可能是打五分 这种比赛 吸把还需要加强 今天这个对手怎么样 其实刚才他在热身的时候 我就替你捏吧 看 你没有见他的腿腿腿了吗 他的腿腿腿很重 然后吸把非常好 所以有应该跟他学一下 吸把再练习 跟他学啊 不是跟他学 当然我们国内的高手 比他们 比外国的还是多的很多 当然要跟咱们国内的 怎么知道 我嗯 喜欢 我 两个 是 类似 bizim 大 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一场中一对抗赛 我们首先有请的是来自伊朗的伊布拉西·莫夫 曾经是伊朗的全国冠军 六次参加世界自由补击比赛 两次打入前三名 有请伊布拉西·莫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我们广东佛山的朋友们非常的熟悉 也许就在这个体育馆 他打过多场的中外对抗赛 那么他在场上的作风 和有着和他年龄不相趁的沉稳和凶狠 我们有请若云龙 董文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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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中国的战友 董文飞 前面登场就是入云龙董文飞 董文飞今年22岁 1米76升高 干地是18战 13胜5负 重新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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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于乐园上场之前 比赛之前就需要这种词句 比赛现在开始 比赛 王文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男子70公斤的比赛 红方 是董文飞 那么我们从这个拳道来分的话 就是这个白色拳道的 董文飞 那么黑色拳道就是蓝方 是伊朗的 伊巴拉西莫夫 伊巴拉西莫夫呢 参加过三次 这个世纪随国际比赛 那么获得过两次的第三名 成年是不错的 实力也非常强 这拳特别重 对 因为从这个技术类型来看 这个选手这个拳法比较好 是吧 对 那么董文飞之所以开机财政量 也是一种实战性的 这双手现在都是一种实战性的进攻 还没真正拉开架 两位这个选手的打法风格非常相似 都非常的硬了 你看他们的技术类型 就知道他们的这种实战性的选手 好 这采用一个戒腿拽的技术 哈哈哈哈 他说 哦 怎么结果出来 伊巴拉西莫夫呢 他在说我这最好的成绩呢 我们现在在聊天 他说是在泰国 在澳门 进行了亚洲这个CV比赛当中 他曾经获得过亚军 现在这个 哦 两位两位先生 伊巴拉西莫夫呢 这个拳法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我以前我在采访他 我都说你以前是不是练过拳击 他说没有 我还是练自由摸击为主 然后改练一些泰拳 练一些西法 练泰拳 改练也无外乎 只有孙琳的时间 但从那个技术类型来看 他的拳法非常好 全法非常好 董文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代表过中国国家队 打过中泰 而且也是去年的全国锦票赛的冠军 同时也是冠军赛的冠军 同时也是冠军赛的冠军 这个选手是来自河南的 他的打法是比较硬的 尤其在武林峰这10年的时候 从胡适天上比赛 给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 况且KO率也非常的高 对 今天两位选手的这种风格非常的接近 所以说也有可能被KO 也有可能KO对手 说得非常形象 那观众最喜欢看这两种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武林峰在广东的佛山 领南明珠体育馆 举行的男子七公里级的比赛 红方是全国冠军 董文飞 蓝方是获得过 三次世界自由搏击 第三名的伊朗选手 叫这个 伊布拉西莫夫 你看双方的这种节奏 打马很相似 节奏相似 风格相似 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就是连的组合的 这个拳和腿的这种数量 相似 两位都是一二三 两拳一腿 这真的是 今天 这个拳 打得非常的巧 因为那个 我觉得懂刚才那个腿 截到正宗腿之后 往后一拉 破坏一下重心 再打了会更好 然后一带 丢掉 破坏重心 打一个前手的半拳 反正我通过这个 这打的第二局 对呀 双方的技术对比来宽 就从那个拳法力量上来说 这个伊布拉西莫夫这个拳力量大 但从这个 出拳的速度 我们站点优势 但是懂为最好的是在这个 我们说的低边腿低操嘴也好 低操嘴对 要比对方的杀伤力要大 好击好击 就是双方各有一头 我拳不如你当褚笔的一海 你力量比我大 我送给你一块 所以打得一击很好看 你来我往 对 技术水平相当 相当相当 这个时候就很难突破了 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这种优势的保持 你稍微心理的变化 稍微动作的变形 就导致你空当的暴露 谁先暴露空当 谁又先 先出现危机 所以说董文飞 经常在武林峰打这种国际对方赛 就针对这老外这张选手 所以他提高是很大的 你要大家打过中泰 是不是现在打这种环球 以后我们再出国就打这种 到这个美国 拉斯维加斯拉比赛 包括我们去新西兰 那不同的国家选手 对他这种提高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 因为不同的国家 虽然都是自由国际 它这个人种不同 训练体系不同 每个国家的技术风格不同 技术风格不同 活动活动活动 你看伊布拉奇莫佛 他主要是要全滑 他唯一欠缺练过拳击 就是步伐的移动才慢 不灵活 我不像他练的那个拳击 那个小跳步什么 这场比较确实很努力 棒棒棒 武林峰 环球前方正法赛 复战战 男子七十公斤级的比赛 第三局开始了 红方是前方冠军董卫分类 蓝方是来自伊朗 三次获得过世界自由搏击第三名的伊布拉西莫夫 蓝方伊布拉西莫夫 我和洪阳说 对方已经32岁 而董卫分类二十岁 两位年龄相长十岁 但在场上你看不出来 从这点说 练自由搏击这运动中间是挺长的 对 但是呢 明显的第三局看起来 这个伊布拉西的这个进攻的节奏慢了 然后现在他处于这种防守反击 我觉得跟他的年龄的体能也有关系 况且呢 董文飞第三局的低操腿多了 然后我刚才看到伊布拉西的这个右腿啊 大腿部有这个明显的伤痕 那他现在 董文飞用他的弹腿来摧毁这个伊布拉西的支撑腿 所以这场比赛之所以好看就是 你看这个 董文飞他的拳面在打 他就是他的拳法和腿法都都 尤其他的腿法这个低操很具有杀伤力 力量要比对方大很多 就是我上盘比你弱一点 但是我的下盘比你强很大 他有变化 他有变化 这上下一平衡 就简直这个 董文飞 就技术更加权越一点 而这个伊布拉西摸腿呢也不错 但是他的拳法更出众 腿法稍微差一点 所以伊布拉西摸腿 他应该再靠近的应该就吸法上 对 你跟对方打两拳 打开一个低操 一操就比对方要力量小 你让他扫不过 嗯 这是强子 强忍着现在 这样双方打得太相可 对 两位的动作都非常的连贯 拳腿配合得非常好 因为欧洲的欧美的一些选手 包括泰国的选手 打这个前摆后直接低边腿 换者还有的是打前手直拳接低边腿 还有打前摆接低边腿 所以说就是 他们两个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因为他们的拳腿配合得非常好 他打拳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完全在上上半身的时候 他底下的腿马上出来了 他打完踢完腿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还是在下面的时候 马上一转变到上面了 所以说你防不胜防 我两个选手都具非常高的水平 好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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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董卫芬是碰到一个拳法好的选手 你看 从拳法的变化 是吧 吉巴拉西摸腾丁安 拳法非常的好 哦 非常好 真的 你看上钩拳 国内的选手 打钩拳的人很少 对 好 现在时候 董文飞就拼命打完两拳 拉开一个重点区 就低扫嘴 杀康打 哦 一个重拳 这拳是很重 这个赢进这重拳 打得很重 这个赢得重 这时候董文飞应该是 一条CAK世界金腰带 7月12日 环球拳王活山战 武僧一龙复仇之战 敬请关注 一号下半员 30比29 二号下半员 三号下半员 三号下半员 30比29 三号下半员 30比28 三号下半员 30比28 比赛结果 红方胜 冬闻飞在中国的角落 冬闻飞 好 我们祝贺你啊 冬闻飞 又是一场比赛的胜利 现在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那么多的观众来为你欢呼呐喊助威 刚还合影了对不对 是的 就是 就是这种打打505那个 这个505那个天台 就和很多选手交流 还有有机会和国外的选手 当我交流来通过比赛来提高自己 这也是你最终决定回归武林峰的一个目标 之前你有一个特点 不是说这个大赛之前你是练得很少的吗 对 也是 同学也是自己太自信了 因为前两天感冒了 自己也就一直很自信 就是没事 没有两天说 当然能打好 今天的证明不是的 很多都没打出来 没有把自己的粉丝 可以帮得起来 好 再我觉得今天观众对你的评价 还是很高的 大家依然觉得 董人飞是最棒的 我们也继续为董人飞加油吧 继续支持董人飞 谢谢